才刚完成上凉祈福典礼的 卓西原住民产业中心 很多民众期待赶快完工吧 建设客就表示说 上凉之后预计在六月份可以完工 原住民产业服务中心坐落在玉里镇 是卓西乡一个新据点 也是卓西乡工艺和农业上最重要的行销平台 才刚刚上凉祈福典礼结束的 卓西原住民产业中心 就有许多民众很期待何时会完工 卓西乡的建设客长表示 上凉之后预计六月就能完工 原住民产业服务中心坐落在玉里镇 是卓西乡一个新据点 也是卓西乡工艺与农业上最重要的行销平台 是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据点 尤其在玉里镇这个镇上 它不只是一个建筑物 已经原来成为我们卓西乡 所有的工艺跟农民农业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工艺特色 也有每年不同的产业特务在我们这个产业中心里面 这个建筑物会让它活起来 它会是有生命的 因为有更多的农物跟人都会在这里活络 产业服务中心的所在地 原本是公所员工宿舍 经过公所在105年开始办理先前规划 108年完成土地以及建物拨用 109年完成工程规划设计以及建造之后 111年2月特别办理动土典礼 未来希望能够带动卓西玉里的产业行销 观光及活络部落经济发展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